彰化市污水下水道系统经费达102.97亿元 第一期工程进度提前15%将在年底完工 县长王惠美30日前往彰化市水资源回收中心视察 目前是北彰化地区首座水资中心 基地面积6万平方公尺 全其设计平均日处理污水量6万吨 这个是看不到的一个政绩 因为最重要这个山西还要水 这个山西还要没有草味 最重要一个精度的关键 就是你要有这个污水处理的一个部分 让它出来水是清潔的 不过我们的这个河川是没污染的 我们的这个生活品质才会越来越好 彰化市污水下水道系统共分四期工程 中央补助94% 县府负担6% 第一期工程较预定进度超前15% 预估于年底可提前竣工 目前彰化市有1135户用户接管 单月总污水处理量25377吨 目前陆港福星水资源回收中心即将完工 河美镇预计年底可发包 园林市也正在办理用地征收前置作业 借由水资源回收 让干净无污染的水可以流入河川 生活品质才会越来越好 公益频道张华允张化采访报道 本集完工程较为8% 本集完工程较为4% 本集完工程较为4%